应该说是比较圆润时尚和饱满 而且还有一个海豚唇的这样一个设计元素在里边 它其实前脸的感觉依然是属于Vimosin的这样家族化的设计 而且点亮之后它的这样一个logo标也是让人非常的醒目 同时呢全封闭的前格栅的一个钢琴烤漆的这样一个设计处理呢 也是非常到位的 我们看到犀利狭长的熏黑大灯啊 与这样一个封闭型的前格栅融合在一块 它的车头的整体感非常不错 来到车身的侧面呢 我们看到整个车型的显得比较的圆润和饱满 再加上一个镀铬装饰条这样一格的话 就形成了一个悬浮式的这个效果了 双拼色感觉非常有质感 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轮毂啊 也是非常有特色的比较运动 一个黑色的钢琴烤箭大包围显得比较运动 然后我们看到轮胎式19寸的 邓路浦的那么类似于刀锋式的 这样一个轮毂显得比较的硬朗 但是唯一有点遗憾的就是这个电动车啊 一个手把但是它使用了传统燃油车的手把 这样呢其实还是挺方便的 整个车呀是属于这个紧凑型的SUV 所以它的车长呢只有4603毫米 它的车宽呢却达到了1900毫米 它的车高呢是1658毫米 轴距呢其实也是越级了啊 达到了2775毫米 空间呢得以保障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尾部造型 Aria的尾部造型呢却是层次感非常分明 我们看到上面就是宽大的赛车尾翼的造型 特别有运动范儿 然后它的尾灯呢也是属于主流车型当中 惯用的贯穿式的尾灯 然后下包围也是前后呼应的 也是大面积的宽大的一个钢琴烤漆的黑色的运动包围 应该说这款车呀在路上的这个吸睛程度还是相当高的 进入车内呢确实Aria非常有个性和特点 首先是啊这样日产居然用了一个叫波浪纹的12.3英寸的双连屏 而且它的这个UI的界面非常的精细 仪表盘这一块非常的这个信息明了 而且这一块这个触控啊还是非常的方便的 呃你看它的灵敏度也是好秒级的这种 然后功能的很多有爱奇艺有车载KTV还有车架互联 以及这个行车记录仪等等很多功能都在里边 所以你可以这个远程控制也好 不是语音控制也好都很不错 但它保留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个 你看这块有个旋钮的呃按钮 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中控台下方的呃有这样一个触摸键的一个面板 然后显得比较科技 其实我觉得最值得点赞的就是它的中控操控台呀 你看可以前后伸缩 然后这边就留了一个从主驾到副驾的这样一个通道 诶居然前排也有走廊了哈 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往前 螺一螺 然后看到这个电子挡霸呢也非常有特色 它叫推拉式的挡霸 你看往前一推 往后一拉 诶这种感觉操作起来有点像家里边电脑那种无线电脑的鼠标一样的感觉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储物格这一块 诶它居然是一键这个启动的感觉哈 在一键回收的感觉 所以非常的有这个隐秘性 同时呢也非常有科技感 坐进第二排都说日产大沙发呀 你看它这样一个后排的坐垫呢也是非常宽的 然后这个腿脱的效果也相当不错 得益于空间的优化 虽然它是属于紧凑型的这样一个车身 但是内部空间却达到了2775毫米 所以它的这样一个标准的坐姿之后的这个腿部空间了 还有半臂之长半臂之长 关键是比较人性化的就是后排这一块除了独立的出风口之外呢 还有一个Type-C和USB的接口 关键后排座椅也是加热的 所以它整体的效果呀给人感觉非常的舒适 不管是乘坐也好 或者是那个驾乘也好 这个整体的舒适度非常高 Area的电机呢是它的一大亮点 它的电机呢是采用了粒磁同步电机 应该说是属于日产的这个电气化时代的一款比较不错的专利 它其实结合了两种大部分市面上使用的叫泳磁同步电机和这个叫交流异步电机的优点 它的单电机呢可以达到300牛米 然后它的提速在8秒左右 它的双电机呢是达到600牛米 它的提速在6秒左右 所以它的这样一个匹配呀 应该说非常适合Area这款车型 其实它的电机系统在整个的电动车当中呢 技术是比较领先的 所以这一块呢保证了Area这款车型 在市面上能够得到更多的消费者的认可 日产纯电SUOV Area呢 已经改变了很多人对传统车型的认知了 这样一个高颜值小车大空间 而且还使用了日产的这样一个优秀的专利技术 其实我们也希望它在市场上后续的表现会是什么样的 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